俄罗斯国防部11号释出了俄罗斯海军和空军在北极海域演习的影片 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 这场大规模演习将持续数天 总共动员8000人和数十个军事装备单位 包括一艘潜艇军舰和多个航空单位 俄罗斯视北极领土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多年来在这里持续增强军事能力 引起西方国家警戒并对此感到焦虑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